今天我来试玩真三国无双霸 那这款游戏呢是日本的光荣特库膜 官方授权的腾讯IP进行改编的一款手游 那在游戏中呢可以化身 各个三国的各个猛将 然后在群雄并起的三国乱世呢 能够生存下去 哇前面你看 有50个兵应该有的吧 两刀三刀都围了 哇哦还有这么多 关羽 哇哦 关羽来来看一下 冲啊 哇哦 有点像那个最近三国无双的那个电影 一刀下去就飞起来了 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 这关羽应该是要磕的吧 就以一打板那种感觉 还可以拼招竟然 这个拼招也太蠢了吧 厉害了厉害了 这 关羽讲日文 有点怪怪的 雅里 还可以建造 建的也太快了吧 然后训练武将 可以加速 就花钱的话 就可以比别人快 每个武将还有一些技能 普通攻击和蓄力攻击 还有无双技能 格挡 闪避 每个武将还有羁绊 哎呀 还有皮肤啊 我这个皮肤有点扯 还有西装 这个有点过了 手冲送貂蝉 应该就是一个一个 把这些点都占完 总的感觉比好像 就是纯粹的那种策略游戏 会稍微好一点点啊 没那么枯燥 然后这个是招募的 武将的招募啊 然后一次 10次是225块钱 一次是25 20次可以得传奇 最好的就是金色了 抽下这个几率 概率怎么样 哇 那这个几率是有点低的 十连抽200队就抽了一个蓝色的 哇 这武将还挺多的呢 光金色的你看就有这么多 哇 那难怪这个 这类游戏这么花钱 那今天的试玩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